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特斯拉中国的总交付量为65万台 再次刷新的记录 特斯拉中国截止11月份的交付量已经远超2021年的全年交付量 如果12月份不出意外 还会有望创下年度交付量新记录达到75万台 不仅如此 据陶林描述 特斯拉上海工厂的本土转化率超过95% 达到近100% 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形成世界领先的一体化产业结构和强劲的消费潜力 11月份 这是一个全国很多城市和地区都处在风控或者半风控的状态下交付的数据 数据本身是非常亮眼的 一个月1万台 在之前这个数可不敢想 两年前 特斯拉全球交付50万台都是个大新闻 现在上海一年就可以干75万台 这个进步速度真的是非常令人佩服 然而 有这个疑似来自彭博社和路边社两家媒体的假消息 都声称特斯拉上海计划减产20% 应对即将到来的销售淡计 消息一出 特斯拉股价就萎靡不振了一整天 这两个小报社 出了名的黑特斯拉经常造谣了 我们频道的观众都看我桌间不止四五次了 经常造谣 并且经常被辟谣了也不出来道歉申帖 就这完蛋德行 这次特斯拉中国站出来辟谣说 减产 没有这件事 不过股价似乎完全不受什么影响 一整天都萎靡不振的 其实如果真的减产20% 我可能真的不会特别惊讶 这里Gary Black也说 有趣的是彭博和路透社都没有提到 12月31号过期的电动车12000的补贴 可能将需求23年的需求提前拉到22年的四季度 这样23年初就会比较疲软 所以如果真的减产 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里面有趣的是 特斯拉中国站出来澄清 说以上的信息不属实 用了一个词untrue 不属实 但没说是错误的 没说是false 这个就玩起了文字的语言艺术 Gary在这次也评论到 他说 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说一篇文章有虚假信息和说它是假的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特斯拉使用以前的语言而不解释路透社和彭博社文章有哪些方面具体是错误的 这对投资者来说是没有好处的 一份新闻或者来自特斯拉的评论 详细说明文章的哪方面是错误的 这将大大有助于彭博社或者路透社来纠正他们的误导性的报道 但是特斯拉澄清什么是假的之前 媒体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确实啊 因为这次澄清是来自国内 那我们就得用国内的思维来解读 比如说呢 之前很多辟谣的明星的八卦绯闻呢 不久的基本都变成了未来的新闻 当然了 这个可能不完全一样 但是是否有些相似呢 举个例子 这个choy就翻出了一个9月30号 特斯拉中国对于要降价的信息表示的否认的这么一个新闻 随后呢 11月24号就开始了这个降价补贴 虽然这次彭博社和路透社都说了对这个11月份要减产20%的事情 特斯拉中国的澄清呢 却没有那么的清晰 可能是这个20%减产的数据不准确 而非减产本身这个事情 所以用了安处不属实这么一个词语 但既然都减产了 不管是减20%还是减19.999% 那都对一个讲成长故事的公司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所以今天这个即使被辟谣了呢 股价也没有什么起色 其实中国区的需求问题 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也讲得很清楚 中心思想呢 就是上一次股东会 马斯克也暗示了说需求端有问题 不过呢 因为咱们有这个很强的这个整合制造能力 还有控制成本的能力 特斯拉上海工厂呢 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缓冲空间来对应批软的需求 比如说这个保险补贴呀 降价呀 送遮送纳的呀 重启这个引荐机制等等 上期视频呢 我们也讲了北美地区的需求 也出了一些问题 这是两年来首次这个车型降价 也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最后这个2022年第四季度的12月份 来满足这个降价来刺激需求 之前我说过 要关注需求端的问题是否仅存在一个区域 还是说这个问题在很多区域都在浮现 现在我觉得需求这个问题啊 已经不仅仅在中国去了 对吧 现在美国也在反映出来 直观的反映出来 现在的这个全球经济 在美联储加息 还有这个国内风控的管理下 都经受着很大的打击 下面呢 就聊聊这个SIME TRUCK 这个周末啊 这个特斯拉的SIME卡车交付仪式 这个词呢 是读SIME 但是呢 放在特斯拉这里呢 是读SIME 指的是卡车 这个半挂车头 交付仪式上 马斯克上台第一句话说的就是 哎呀 真的不敢相信 已经过去五年了 听到这呢 我尝出了一口气 我也真的不敢相信 再过两年 就是Cybertruck五周年了 不会让我们也等那么久吧 这将是特斯拉在这个SX3Y车型之后的第五款主打车型 这次交付呢 是给百事 还有他们这个旗下的Fritolais 他们之前订购了100台 计划呢 是年底交付完15台 还是这个百事给利益 我发现 我决定以后不喝可口可乐了 该喝这个百事可乐了 三枚卡车的这个风阻系数呢 仅为0.36 作为这个顶级跑车的布加迪凯隆才有这个0.38 这个呢 为长途跋涉 运货 节约了不少的能耗 和传统的大卡车不一样啊 三枚的驾驶员是坐在这个车的正中间呢 取消了副驾 然后左右呢 分别配有这个非常大的屏幕 这玩意要配上自动驾驶跑高速的话 主驾驶位其实都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三枚这个半挂呢 采用的是三个电机 空载的情况下 0-60英里加速只需要5秒 我的Y呢 不踩 也是要接近5秒 但是开起来 我觉得这个三枚可比这个Model Y拉风多了啊 它不光拉风多了 它拉的货也多 不光拉的货也多 它这个续航还有效能也是非常的强 在重81,000磅的情况下 行驶超过500英里 这是行程的详细图 可以看得出啊 从旧金山附近的这个Fremont工厂 拉着8万磅的货 那一口气开到了加州最南面圣地亚哥 没停下来冲过电 发布会之后呢 有朋友来找我聊天 说这个Synway的电池续航是个硬商啊 要是能800到1000英里就好了 还有说啊 他的一些这个开卡车的朋友看到里程数就比较犹豫 就没法下单 他都问的我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好了 再货8万磅 从旧金山可以开到圣地亚哥不用充电 你还想干嘛呀 你知道旧金山开到圣地亚哥要多久吗 我开过 我当时和我一个朋友 我们两个停停走走 两个人开了一台宝马 5系 开了十多个小时 打开谷歌地图啊 你开一台轿车 501英里 不堵车也要开8小时21分钟 请问 你一个卡车司机开这么久都不需要休息的吗 你不吃饭 不拉屎 不睡觉吗 就算你开这个汽油车柴油车 你也得干这些事啊 500英里可以开到你吐 把你的膀胱憋到变形 它还有电 你还想怎么着 就这我就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300卡车还配有单独的超充 我们现在乘用的车用的是V3充电桩 300用的是V4充电桩 充电效率和速度都是之前的两倍还要高 1兆瓦直流电的充电桩 你想想 真的 你要是上厕所但凡排了个队 可能都比充电时间要长 更何况 这个百事一口气订了100台 加拿大沃尔玛一口气订了130台 这个Anheiser Bush这个啤酒厂订了40台 我不认为这些大的天天拉货的人 这个公司他们是傻子 马斯格还表示 Simon的未来的续航可能达到621英里 和这个公里就是1000公里 这把够用了吗 其实续航根本就不是什么难点 最次就是多加点电池呗 这个很好解决啊 问题是500英里 它已经够用了 可以更多的续航 但是它没必要 卡车基本跑高速比较多 现阶段的自动驾驶其实跑高速 这个跑起来也就跟玩一样 我去年芝加哥往返西雅图 4000英里的视频 3000多英里的视频 4000公里的视频 很多朋友都看过吧 我一个人自动驾驶全程开的 那一路上非常惬意 轻松 我又看剧又这那的 对吧 以后货车都能开 特斯拉那些司机得多享福啊 当然了 还是有一点点小顾虑 现在乘用车的充电桩是遍地都市 非常方便啊 相对呢 造价来说呢 也是比较便宜的 这个SIMET的充电桩 它可得怎么修啊 那么占地方 它得单独修建呀 要是在全国的推广和铺设 它这个建设问题可得好好考虑一下 需要建设多少个 需要相隔多远 什么地方密集是不是需要多建几个 什么线路等等 都是一些需要规划的挑战 但是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吧 你们觉得这个SIMETTRACK未来会有很大的作为 占领这个半挂车的市场吗 还是说只能是一小部分玩家的这个鸡肋产品 小打小闹 特斯拉中国到底会不会减产呢 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看完再赞 腰缠完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